昨晚进行的一场足迭杯的生死较亮,最终以上岗的隐恨败北而告终。 在大上海32度的高温下,一场90分钟的比赛,硬是踢到了120分钟加,可谓是一场惨烈,然而上岗终究还是输给了国安,这支在赛季之初被球迷寄予渴望的新型豪门球队。 在过去几个赛季,一直以将恒大拉下神坛为目标的球队,一直渴望拿到一个冠军乃至成为亚洲银河战舰的他们,终究免不了四大接空的尴尬局面。 可欢分析,从球队的阵容、配置来看,上岗确实拥有澳致亚洲的纸面实力,然而苦苦追求一贯确实终不能到,这就不得不尽心反思了,是球队缺少霸气,运气还是抵运吗? 亦或者是教练的用人问题,遥望今年赛季之初三线齐头并进的强势表现,让多少球迷为之惊叹,如今却还是免不了高开低走的悲剧。 更为致命的悲剧是,曾经恒达球迷眼中的埃神埃尔克森,在被挖角到上钢两年之后,这位旅游行前锋,如今已经是彻底沉沦被废。 在昨晚的比赛中,埃尔克森面对多次破门凉机,与四三板同时扩大比分杀死比赛神宴的机会。 两个门主,唯一的点球不尽,或许就是他全场比赛的缩影,可以毫不讳言的说。 昨晚的比赛,埃尔克森是球队惊醒晋级的功臣,当然,他是过安晋级的功臣,他亲手将上钢送出两局,一次回报了上高两年来对齐的不信任。 但是,究其根源,这能怪他,吗? 众所周知,埃尔克森自从恒大转回到上岗之后,处境是和其的艰难。 在球队低位低位,主帅不信任,屡屡打不上比赛,一度成为旅游行前锋。 埃尔克森本人多次表达了想要离开的想法。 然而,即便是这样,中超级的球队来向上杠球够,却又遭到拒绝。 既然不爱,又舍不得放手,才有了埃尔克森昨晚那糟糕的表现。 上杠最终输球被淘汰,也算是自使恶果了吧。 昨日之阴今日之果,这也难怪恒大球迷会在赛后流言,从此两不相欠了。